减肥要是可以吃这个牛 你们以为的美食播主 买买买 吃吃吃 实际上的美食播主 你们看 又有人去山姆了 我们啥时候去啊 今天去山姆吗 今天去山姆吗 山姆去吗 要买山姆 家人们 山姆会员商店 我终于来了 260的卡 一次性全款结清 不用贷款 就这么有钱 想吃什么 随便拿 工作日就是好 都没有什么人来逛超市 带新逛超市 羡慕吗 哈哈哈哈 我们有这么多人啊 都没有什么人同志 冲啊冲啊 今天公司不应该搞下午茶 是的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烤鸡 吃烤鸡啊 猪肘 猪肘 哈哈 你在那烤鸡 我感觉烤鸡应该卖了 没有烤鸡啦 哎等等 洞瓶奶酪柜 走去看看洞瓶奶酪柜 您好 请问一下 烤鸡在哪里啊 冰柜那边 排队 在这边排队 还好还好 没什么人啊 没什么人 这别人的购物车 这玩意的购物车 咱们还没开水呢 我们也开开水 好的谢谢 今天啥也不干 就排队了 想吃什么你们随便拿 你拿去去拿去 这是个坏车 我当我这辆车 好的那我拿两个 大鸡腿 天呐 啊我结啊 那不然呢 你结合不是 你结合 我结合 老板这能报销吗 做不了 这也够吧 啊 什么 哈哈哈 你说这个好吃 特地给你带的 我报上了 那这些 就是我们从山姆会员商店 买回来的所有好吃的了 把窗帘拉起来 不要让他们看见 找一个吃 我吃哪个 天呐 就先吃烤鸡 烤什么 你们不要 哈哈哈哈 啊 天呐 我拿下来一根骨头 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他腿先撕下来 看这些肉 哇 巨好吃 哇 难怪烤鸡排队人那么多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好奇的 烤牛肉卷 这么大一个 那我吃完不饱了吗 还有我们呢 大碗 还是热的好吃 要把这一节去烤一下 趁它在热的时候 我们先尝尝别的 那不应该先尝蛋糕吗 哈哈 看了就殆劲 啊 我最爱的抹茶 我一个人吃一个 啊 那是不可能的 你干什么 啊 你干什么 巨克蛋糕的抹茶味 不像外面那种 劣质的抹茶的 那饮品那样 那么甜 因为茶的清香在里面 所以它中和了原本蛋糕的那股甜腻 就吃一口 感觉刚才吃完那个蛋糕 就已经有点饱了呢 你又在那偷吃蛋糕 他就在那偷吃鸡 你就在那偷吃蛋糕 好了 终于我们要开始吃我们的 牛肉卷了 牛肉卷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排队排得比烤鸡都长 吃水很丰富 牛肉也非常多 哇 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牛肉 难怪有那么多人排队 它在那吃的好香啊 牛肉卷里好离谱啊 牛肉卷一直在旁边吃 哈哈哈哈 原味伯爵瑞士卷 这个呢是两种口味的 一种呢是原味的 一种呢是伯爵红茶口味的 我感觉我真的有点吃不下了 那我来吃了 你请 保妆不吃下午茶了 你得复杆 哦 瑞士卷 长这个样子啊 你应该是长的 有毛了啊 这一样 我这也知道 哈哈哈哈 nice 来 让我尝一下啊 细品之下有一种颗粒感 吃点非常的清香 嗯 好吃啊 原味的这个呢 郭老师说非常想吃 那我们就给郭老师留着 然后呢 就是我另外一个最爱了 大鸡腿 诶 诶 它是怎么做到的 能让这个鸡腿这么大个 你的手还大 如果排队排不到烤鸡的 强烈安利这个 诶 刚才不是说你饱了吗 那这些不能给赵姐呀 那不能给赵姐留这么一点啊 刚才吃过了那么多东西 实在是有点饱了 你们想干什么 那么剩下的这些东西 大家一起吃吧 吃完以后要告诉我好不好吃 要给我一个反馈 不能拿走就完了 诶 诶 奶油一看就是那种质量很好的 动物奶油 这奶油好好吃呀 这个麻茶蛋糕太好吃了 麻茶蛋糕 好香的 我的妈呀 这口气也太香了吧 哇 太腰了吧 包香吗老板 包香包香 哈哈哈哈 减肥要是可以吃鸡的 哈哈哈哈 信口开饭 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绿 称霸天妇罗届50年 拒绝了奥巴马的定位 蔬菜天妇罗的发明者 所以这是万物皆可天妇罗的开端吗 今天我就复刻一下这道米其林二星的蔬菜天妇罗 放回一下传说中的将人精神 为了增加难度 所以我选了三种我最不爱吃的蔬菜 卤笋 脸藕秋葵 我不信这能好吃 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用厨房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裹上调好的天妇罗粉就可以下锅了 为了避免下锅就糊 我特地选了烟酒比较高的白白鱼 哎呀 每天一顿小炸串 幸福生活我拥有啊 面衣立刻散开 说明温度到达了180摄氏度 好了 这个时候立刻下裹好的莲藕 看到没 油分瞬间就将水分上升排出了 这时候里面的蔬菜也会为面衣中的热气蒸熟 看着莲藕的色子 一看就是好油 能看出我这满满的匠人精神吗 赶紧趁热先吃一口 嗯 面衣蓬松酥脆 藕片不干 反而十分水润 虽然我没有吃过米其林 但这绝对是米其林的味道 啊 那我这么说 肯定是由我自己的理由嘛 我可是特地用了米其林指南官方合作伙伴 并且多次斩获国际橄榄油大赛金奖的 欧里威蓝特级出战橄榄油 米其林级别天赋罗 用米其林级别的油 我这可不就是米其林的味道吗 甚至踏出了地中海高级定制款 由Prada设计师 英文不会念青青设计 穿时装的橄榄油 谁吃谁就是穿Prada的女王 嘿嘿 高贵且优雅 赶快把他们都炸了 诶 不是油炸致癌吗 哎呀 又不懂了吧 只有容易氧化的油品 才容易裂面产生致癌物质 每一瓶欧里威蓝特级出炸橄榄油的 橄榄多酚含量 大于等于180分点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大于等于79 性质那叫一个稳定好吧 橄榄多酚不仅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控制血糖 好吃又健康了 来 给我狠狠地吃 嗯 这还有多有样的 这好香啊 我好好吃 我太好吃了吧 清爽 鲜香 不说了 原来不是芦笋 秋葵不好吃 得看有啥做的呀 不就是米其林二星吗 我也行 家伙们一起加入米其林 9月16日 去欧里微蓝抖音 直播间就是我们成功的第一步 幸福开放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率 上次给你们看了那些包装很漂亮 但是难吃的要死的零食 这次我们来看看 China版包装简陋 但是据说好吃的不行的零食 这么多 我只花了不到2200 先从肉开始 猪肉腑 我从来没见过桶装的猪肉腑 看着它真有安全感 这个猪肉腑味道比较淡 吃的有点略微的腥味 哦 我说怎么这么熟悉 这吃的很像培根 怎么说呢 也不是不能吃 还不错吧 下一个 你们见过这样的果单皮吗 这真的不是一条毛巾吗 拿快递那天不小心掉到地上 那声响 估计整个feel都听见了 哇 这个手感有点不一样啊 挺厚实的 很干 略酸微甜 和外面那种精心打扮的果单皮 真的不一样 太有嚼劲了 这才这看剧必备啊 牙子要崩掉了 贵州土豆片 你们肯定知道了 不过我是第一次买 30块 这么大一箱 是合理吗 这土豆片一看就是真土豆做的 一捏就碎的很果断 土豆片吃出了辣条的咸香 吃完嘴里不会有溺人的感觉 反而回味也不穷 这被某市某客香多了 这箱子里还有一袋豆腐干 说实话我刚拆开的时候 已经是商家送了我一袋坏了的萝卜干 这看上去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这还得加热一下 油炸和烤箱都可以 哦 这都爆开了 撒上船中的万能蘸水 一口下去 感觉在吃炸猪皮 鲜香酥脆 云南这好口福啊 下一个奶锅巴 包装着实有些潦草了呀 看着就是手工作法 但是一般这种最正宗 别问 问就是我猜的 What 救命啊 我相信这是原汁原味了 好酸 如果是酸甜口的我还能接受 但是这个真的有点奇怪 有点奶味 可能这个也是一人一口味 阴阴冠你尝一下 啥玩意儿 嗯 还是好吃的嘛 给我啦 谢谢啊 拜拜 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西 江西平香特辣辣片 江西人是不是很能吃辣啊 哎呀 我好期待呀 哎呦我靠 这个也太简陋了 哇 这个好香 豆皮味道很浓 哦 好脆呀 这不应该是软的吗 入口是咸味 没嚼两口就辣了 是很香 但是真的是当之无愧的 特辣 吃完辣片 突然不是很想吃下一个了 哦 其实这个我没有抱什么希望 听说这个是用来减肥解馋的 知道吗 我又要开始减肥了 啊哈哈 这也太难咬了 怪不得说是打发时间的 味道一般 不行 靠这个解馋 人会瘦 但是腮胖子绝对会当 啊 做错片场了 阿草尼 最后一个压重 我不相信有人会不喜欢海底捞的 黄金玉米花 是一块八一斤 哈哈 真划算啊 去海底捞更划算吧 好了不要再说了 家人们一模一样啊 买它 信口开发 全往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络